509之后到现在为止啊 前首相纳吉是面对了38项控状 那零零总总的贪污失信案当中 涉及款额最大的 也是当初让全世界哗然的 就是26亿令吉汇入纳吉私人户口的这个案件 在国阵倒台之前啊 纳吉跟国阵政府给大家的解释是 那个是政治现金不需要查的 那是谁给的呢 他们说是沙特王子 那虽然很多人是不相信的 但当时候沙特的外交部长啊 真的出来承认说那笔钱是他们捐的 于是这件事啊 就这样硬硬的给压了下去 但是昨天剧情是峰回路转啊 外交部长塞夫丁阿杜拉就透露 沙特外交部长在访问大马外交部的时候啊 否认26亿是他们捐的 还说纳吉户口里面的钱啊 跟沙特政府无关 但沙特政府呢是愿意配合调查的 那这下问题就来了 既然不是沙特那边来的 那么纳吉户口里的26亿 究竟是谁给的呢 如果大家还记得啊 这件事第一次被爆出来的时候是三年前 在2015年的7月3号 华尔街日报提报 有26亿令吉被转入了纳吉的私人银行账户 而在那之后啊 国阵政府跟纳吉就给了很多不同版本的回应 一开始纳吉没有解释钱是谁给的 他只是说他没有拿来做私人用途 然后就对华尔街日报喊告 到7月9号政府成立了调查特工队 一直到2015年8月3号 反单位公布调查结果 说这笔钱是政治现金 而既然这个是捐款 就没有犯法了 那就这样 这26亿来历不明的巨款啊 就变成了政治现金 但开始的时候 也没有人出来明确的说 到底是谁给的政治现金啊 整个过程一直是神神秘秘的 大家只是知道 捐款的人来自中东 那后来在一片沸腾声中 当时的副首相阿摩扎西还说 他是亲眼见过这个捐款者的代表呢 因为我自己看了 dokumen itu 我会见到 我会见到 总监投资金 从事业 从事业 我会见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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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富的 财富的 我会见到 我会见到 是的 阿末扎西当年算是半个证人 他证明了确确实实有这样的一个捐款的人 然后再加上当时的反贪会 还有调查机构全力护航 把这个政治现金的故事说的有模有样 有评有据 其实自华尔街日报的报道开始 26亿政治现金就像是一个一直纠缠着纳吉的梦魇 任他想怎么摆脱都摆脱不了 一直到509大选把他跟国阵给推倒 虽然纳吉还是使出了很有说服力的一招 他把沙德政府给牵扯进来 说捐款来自他们 但是现在沙德政府又出来说 这26亿跟他们无关 那这样一来 纳吉这整个解释里头最有利的证人就突然没有了 那在失去了这个为他圆掉整个捐款说辞的有利证人之后 26亿现金案 现在突然变成了一个罗生门事件了 而首相马哈迪昨天也再次表明 从头到尾 这笔钱根本就不是什么沙特捐款 而是来自1MDB的 好了 沙特政府开始撇进一个26亿的关系了 也跟纳吉划清界限 这样下来 纳吉的纸牌屋会不会因此而坍塌呢 最终的证捐献金案还会捅出什么惊人内幕 而接下来 纳吉还会找出什么证据来证明自己的清白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